大外套再次出龍 龍嶺年前東北季風有增強 被台灣天氣轉為濕涼 高溫明顯下降只剩20度 相當夜前夕 還有冷氣團要報到 是以冷氣團的等級為主 但是當然還不排除 整個冷空氣 它還有再更強一點的可能性 感受是會明顯的變冷的 到過年前這段時間 預計全台都會有一段 比較濕冷的時期 氣象鼠預估 週日晚間又有一波封面接近 到下週一前 中部宜貝東半部都會是 適時涼涼的天氣 週二東北季風再增強 溫度明顯下滑 北台灣下探15度 中南部也只剩17度 週三還有華南雲雨區 竭力通過 到小年夜這天 全台降雨機率明顯增加 低溫跟下探12到14度 冷空氣下來可能會讓低溫 降到只有12到14度 有機會會碰到 強烈大陸冷氣團 整個北部會很有感覺 天氣風險公司分析 過年前的冷空氣強度 將直逼強烈大陸冷氣團 最冷時間點就落在小年夜 到除了清晨 除了過後 全台轉乾 天氣回溫 煉價翔出油 除了後將是最佳時機 靜新聞 張信志 莊子雲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